詞曲 李宗盛 鄧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強的象徵 一個位置、權力和一個物質價值 就好像我們其中在這個作品裡有一段 是由爭凳仔開始 這個遊戲開始玩戲然後再發展 就好像我們小孩子的時候 已經學爭凳仔這個遊戲 其實你爭到就有得坐 爭不到就沒得坐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遊戲 但我們從小就被灌輸這件事 事實上我們入到學校 我們要爭學位 出來做事我們要爭職位 所以它是一個很明顯的象徵 是一個女生 在神中被賦予了一些功能 然後它慢慢逐漸去學會 搶別人的東西的時候 它原來那件事 它自己放棄了 但是你去搶別人的東西 就算你搶到 別人都會來搶你的東西 這個故事也說到這個女生 她為了得到一些東西 她可能沒有自己原本擁有的東西 是她搶回來的 但是她會用自己的最寶貴的東西 我覺得一個女人最寶貴的東西 就是其實是她自己 她用自己去換取另外一些物質 可能拿到更多更多的東西 但是她最後的心靈上面是不開心的 不平安的 最後她醒悟 她回到神的道路上面 是一個這麼簡單的故事 很偶然的機會 我和我的夥伴 剛巧看到一個電視的 中藝節目在國內的叫做《飛城物妖》 當中有一個女生 一個參加者叫做馬樂 她說了一句話 我寧願坐在寶馬裡哭 也不寧願坐在單車後面笑 這句話 都很突然 令我們產生一個很有趣的 想研究的一件事 為何會是這樣的 其實這個女生 正正代表了現在中國 我想很多人都有這種價值觀 對我們來說 港澳會不會都是這樣 可能未至於這麼嚴重 但是其實都是慢慢 有一陣風地傳染過來 你未必完全明白或者是完全跟這個作者 那個出發點是通的 但是你看完的時候 你可能會引發你有另外的一些想像 我覺得已經是足夠的了 還有當中有一個神的角色 我都會希望如果有信仰的朋友 他會堅持走在自己的道路上 但是可能沒有信仰的朋友 會令到自己問一下自己 或者是帶領自己去一個 positive的想法 我覺得都幾好 今天抱歉 挺好的 為何 để了解 我記得 在 première 非常有趣 我們請清楚 頓